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一颗是说明假设我们今天是生长在末华时代 末华时代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也特别的出众 那烦恼它会产生一种干扰 对我们持戒对我们修赏妹会产生一定的干扰 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末华时代的鬼神这个魔境也特别多 很多妖魔鬼怪都在末华时代出来活动 所以在这个内在的烦恼干扰跟外在的魔境的干扰之下 我们修赏三昧就很难成就了 这怎么办呢 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佛菩萨来保护我们的坛场 那依止这个坛场来持咒 来破除这两种障碍 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坛场 先讲到这个坛场的大地 这个土地是怎么成立的 前面讲到取这个雪山大地白牛 这个的粪便的第一个方法 我们看第二个方法 落费雪山取牛臭费 不堪土地 那当然我们到了末华时代 要找这个雪山的白牛就有困难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讲出另外一个替代方式 就别 就是另外在整个平原之地 就是你做这个坛场 不能有高山或者低洼的地方 必须要找一个空旷的 而且是很平的土地 然后把这个土地穿去地皮 五尺之下 起起黄土 用这个挖土机 把这个地挖大概五尺 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公分左右 那么挖这个前面的地皮 挖掉以后 就找到这个黄土 这个黄色是表示中道的意思 中道的佛性 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个黄土 跟以下的十种香 把它加以混合 我们看到哪十种香 第一个白沾堂香 那么这个沾堂香 这个指的是白色的沾堂香 第二个沉水香 这个香的木质特别的坚硬 入水即沉 书河 书河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香 用水去煎制 把它熬成糕 就叫做书河 它是很多香所组合成的 熏露 熏露呢 它是生长在一种沙当中的一种白色带黄的花 这是我们台湾 这是我们台湾是没有的 玉金 这个玉金花 白椒 这个是白色的椒树 这也是一种香 青木 青木呢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草根 草根 淋淋 淋淋呢 就是一种 又叫做薰草 它长在两个山谷当中的一种薰草 甘松 甘松呢 也是和和种香炼制所成的 鸡舌香 鸡舌香要叫做丁香 因为你吃到身体以后 你的身体跟嘴巴都充满了香气 叫鸡舌香 把这十种香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呢 再跟前面的黄土再混合起来 来当作坛场的大地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表法上呢 就是这个大地啊 我们都知道大地是我们的依止处嘛 就是你整个修学 三昧的依止的因地花心啊 就是我们讲不生命心嘛 正如佛性嘛 不依止攀岩的妄想 那么这个大地的产生有两种因素 第一个是立根人 立根人只要内心当中一心行道 我们叫回光缓照正念真如啊 当下就能够跟不生命心相应 像前面说阿难尊者 他根本就不需要建立坛场 他也不需要持坐 因为他没什么烦恼 也没什么魔境干扰他 所以立根人的话 就直接从大地当中呢 就是直接能够正念真如 那么第二种人是顿根人 顿根人他只是靠理官 是不够的 他必须要有十种相的混合 他必须把这个中道佛性 混合十种相 这十种相是表示菩萨的十波罗蜜 就是菩萨必须要戒世贤离 他必须从十波罗蜜当中呢 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 来帮助他开显真如佛性 这种观念啊不但楞言经有 你看那个大尺度论也有这种意思 龙氏菩萨说一个人佛报太薄啊 你修学大圣的波雷很难入道 你说这个菩萨菩萨是善根 这跟福报有什么关系 理论上是没关系 但是你福报太薄 你障碍特别多 我们这样子讲 菩萨的智慧是不怕障碍 但是你要生起它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障碍太多你生不起来 这个光明一旦它坚固的时候 它根本不怕黑暗 但是它还没有生起的过程当中 你一天到晚咬它 你根本生不起来问题 金刚波雷 楞言经它根本就不怕烦恼 它问题是它生长的过程当中 你还没有生起的时候 你烦恼太重 福报太薄 你根本生不起来 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必须要假借石波罗蜜的畅尾业障 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质量来帮助 帮助你成就这个大地 所以这个地方 偶尾大师的解释 这两种大地有立根的菩萨跟顿根菩萨两种的差别 立根的菩萨直接理官就去入了 顿根菩萨必须假借弑雄 那这个地方是指的是坛场的大地 这个大地就是指的我们所依止的 真如本性或者讲性的 看这个坛场的这个象状 方言杖六为八角坛 这个坛场的大地建立以后 再看它的造型 这个坛场是什么形状呢 是一方一言的一种 它的直径是藏六的八角的坛场 前面是指的是我们所依止的 不生不灭的信德 这个地方讲依止信德所升级的修德 那么为什么要一方一言呢 变成八角呢 你说八角 它也不是方也不是眼 但是它又很像方又很像眼 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方表示 四项的修学 眼表示理官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修学手 弄眼王三昧当中呢 要理官跟四修要同时的记住 理事无外 当然理官呢 当然就是在六根当中啊 回官缓照正念真如 那四修呢 那四修呢 它就包括了你要理颤 要花艳 要持座 也等同的事项来铸成理官 所以它这个坛场啊 就变成一方一言的八角坛 就表示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啊 是要理事记住的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坛场的土地跟它的一个造型啊 先做一个说明 它这个坛场啊 那么这个八角坛建立以后呢 我们看下一段 供养方法 我们怎么利用它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乃至于隆天护华 那当中分两段 第一个坛宗公物 第二个坛外庄严 先讲坛宗的供养的物品应该怎么摆设 这当中有三段 第一个先看 所设庄严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坛场当然主要是供诸佛菩萨 还有隆天护华用的 那这供品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个是莲花庄严 先看第一段 坛心 这个八角坛啊 有一个中心点 那个中心点呢 要晃一个大莲花 它有莲花有大莲花跟小莲花 这个地方指的是大莲花 那这个莲花的结构呢 是金银铜木所成的 当然这个地方就看你的经济情况啦 你因为福报很大 你就用金银所成 我们经济不够的用铜跟木 那我们当然现在莲花都是塑胶的莲花 也可以 只要那份的虔诚的心 那么这个莲花表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中道佛性 也就是我们这一天修行所依止的心 就是你要舍离这种生命的攀岩心 要安住在不生命心 来当做你整个持咒的阴地的花心 那么在整个大莲花的中间呢 安置一个岩形的波 在波当中要乘装呢 8月15号早晨的露水 你要事先在8月15之前啊 在那个15号早上的时候拿很多的契机啊 在收集那个露水 然后把它放在波当中 再把这个波放在莲花的中间 那么这8月15号刚好是一年当中的中间点 就水当然表示三妹啦 这表示一种中道的妙定 也就是说你依止的清静心啊 除了一向清静以外啊 你内心要像水一样啊 非常的调柔 调柔清静 不能太刚强 要调柔清静 这个水刚好在莲花的中间 以调柔的心性 跟你的清静心结合在一起 来当做你持咒的一个阴地花心 那么在这个露水的中间呢 在安置很多很多的花 还有很多很多的绿色的树叶啊 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莲花庄严 这个莲花中间有一个波 波当中有八叶的露水 这个是先讲到你的阴地的花心 这个叫做莲花庄严 第二个叫做炎镜庄严 就是你要拿一些炎形的镜子 起八叶镜各按齐方 围绕花波 那么这个莲花呢 你还要准备这个镜子 找这个八面的镜子 有八个镜子 这个镜子啊 是圆形的 在这个八角坛啊 八个角的地方啊 每一个角安立一个镜子 围绕的大莲花 以及这个波 前面讲到莲花 当然是讲什么 我们讲基存不然 一个清静心嘛 这个炎镜呢 是依止清静心 所生起的空甲中的智慧 你看你这齿嫩原咒啊 观想啊 每一个咒语 都是极空极甲极重 都是延起信空 信空延起向望信正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镜子呢 表示一种光明的智慧 空甲中的智慧 当然这空甲中的智慧 是什么来的呢 是从莲花生起的 所以它围绕莲花而生 围绕莲花而住 这个地方讲 严镜庄严 第三个讲香如庄严 在这个每一个严镜当中呢 它这个八个镜子嘛 要建立十六朵莲花 一个镜子 刚好两朵莲花 这个莲花是小莲花 前面那个是大莲花 那么也包括了十六个香卤 那么莲花跟香卤 是怎么摆设呢 兼花铺设 就是一个莲花接一个香卤 一个莲花接一个香卤 一个莲花接一个香卤 那么来构成这个一个庄严坛场 那么这个香卤 不表示我们的戒香 就是前面的四种清静名晦 就是你这个 除了你的智慧观照以外 你的戒恨不能有所亏损的 那么这个香还有讲究 香卤存烧沉水 而且无令见火 这个无令见火的道理是说 火是躁动的烦恼 也就是说你在烧的过程当中 不能有火只能有烟 也就是说你在此四种清静境界的时候 你不能让烦恼产生活动 烦恼火马上要熄灭 就是只能够有香 而不能见火 好 那么这个坛场专业我们就可以观想一下了 它有三个主题了 那当然坛场的中间是一个莲花 就是我们的阴地的一念清静心 清静心当中有一个八叶的露水 那个清静心非常调柔的 你随时保持不变随言随言不变 要随时调整自己 那一指莲花外在的下面那一层 就是静止 严静就智慧 那静止在外面有相无的味道 就是借力 持戒情境 所以它这个修行刚好是 由一念清静心产生智慧 而智慧产生清静的戒恨 所以我们说不迷不起不动 由智慧产生不迷 而产生不起 所以又产生不动 这都是标划的 这个它所设的共佛的庄严 是这样安排的 包括莲花 包括镜子 我们现在一般没有人用镜子 都是用水晶球 那道理是一样的 也是一种智慧 好 那么前面是摆设的庄严 这一下想供养 起白牛卤自十六气 卤为煎饼 并煮砂糖 油饼 卤米 酥和蜜酱 纯酥 纯蜜 以莲花外各个十六 围绕花外 以奉诸佛 极大菩萨 那么前面讲到莲花 莲花外面产生净子 净子外面有香茹跟小莲花 然后在这个香茹小莲花的外围 要发这种准备十六种供养 这个供养的物品有八种 我们讲八供养 八吉祥八供养 看第一个 起白牛卤自十六气如为煎饼 第一个就是血山的大白牛的牛卤 那牛奶要把它做成煎饼 像我们现在做成块一块起式 要把它煎成起式 是固体的不是一体的 这第一个 病煮砂糖 就是那个甘蔗所提炼的糖 这是第二个 油饼 就是用这个面粉把它 用油去煎制成饼 第四个乳米 就是用牛奶 把它煮成粥 牛奶粥 蔬盒 蔬盒就是用种种的香 把它熬制成糕 蜜浆 就是用这个生姜 把它泡进在蜂蜜当中 产生一种蜜浆 纯酥 就是用牛奶提炼成这种酥 纯蜜 就是纯粹 没有杂质的蜂蜜 这叫八种供养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 这个香炉的外面 香炉跟莲花是 这个莲花是小莲花 在这个我们刚刚讲 大莲花外面是净子 净子外面是香炉跟小莲花 那么它就在小莲花的外面 就把它分成十六份 这个八种物品 每一个都把它分成十六份 那么围绕在小莲花的外围 来供养十方诸佛补杀 那么为什么我们供养 用八供养 用八吉祥 这表示八正道 因为你整个身口意的造作 都必须要安住在 正见正思维 正义正业正命 正念正定 其实八正道 其实就是界定会 不过它这个界定会 是从一种智慧所带动起来的 正见正思维 而产生正确的行为 最后产生正念产生正定 就是我们应该整个修行者 要安住在八正道的 禅业华位当中 这个叫做八供养 我们看它供养的方法 每一时时落在中叶 起密半生 用树三格 谈前别安 一小火炉 以多罗婆向 煎取香水 木翼其探 然宁猛赤 头是疏密 以圆炉内 烧令烟尽 向佛菩萨 那么这个供养当中 你一天 一天当中 要有两种的上供 有两个时段 第一个是在时时 佛菩萨用餐的时间 就是在中午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当然就直接用前面 那种十六种供养 直接上供 那种八供养 其实是在中叶 就止时的时候 因为止时的时候 佛菩萨不用餐 所以你只能用香 那这个香是有烤旧的 用什么香呢 他就讲到 这个香的制作过程 起密半生 拿这个纯的蜂蜜 蜂蜜是花中的精华 再用酥 酥是牛乳的精华 一个是动物 一个是动物的精华 一个是植物的精华 植物的蜂蜜 是采齐百花所成 牛乳是整个动物当中的精华 那么这个动物的精华 这个三合叫三格 这个合要念作格 就是三小汤匙的意思 那么把这个蜂蜜跟酥 都把它在八角坛的外面 另外安置一个小火炉 不是在坛内 也是在坛外 坛的前面 那么这个小火炉呢 以哆罗婆香 哆罗婆香 就是我们中国没有印度有的 也是我们现在的香茅草 那么这个用这个香茅草 用这个香这个草 用水去煎 煎了以后把这个煎取的这个香水 沐浴那个木炭 泡自那个木炭 然后把这个木炭 把它烧得很猛热 泡过香茅草水的这个木炭 用火把它烧得很猛热 在猛热过程当中 把前面的蜜半身 苏三格 再把它丢到这个 烧得很刺身的火炉当中 使用它产生烟 用这个烟来供养诸佛菩萨 直到这个烟烧尽为止 把这个蜜半身 这个苏三格全部烧完 这算一个供养 那么这当中 苏跟蜜 都是一个精华 我们讲蜂蜜是植物的精华 牛奶是动物的精华 那也表示我们中道的福性 那么以中道的活性 来投入火焰当中 表示 我会大师说 以如如礼而生起如如智 由如如智 再生起香烟 而产生清净的戒相 也就是说 我们在秤性起修当中 依止不生灭心 而生起空脚中的三观的智慧 先产生不迷 乃至于不取 最后产生清净的不动的相 就是由清净心产生不迷 而不取不动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 要把这个蜂蜜啊 酥啊丢到水里面的关系 就是这样 由这个蜂蜜 把它丢到火里面 而转成了清净的相 这个都是戒失嫌疑的 这个基本上 他每一个坛长都有他的表法 因为这个道理在四项当中 你看这个孔夫子有一次 我们讲到戒失嫌疑的公案 孔夫子有一次带着子贡 要去办事情 办事情的时候 他击过一个谱县 因为那个时候子路在谱县做官 做一个县宅 县宅就是县长 当然在孔夫子的教育当中 他是希望弟子们读书的目的 在当时是要做官 邪而忧者是嘛 所以你看他有一个弟子问孔夫子说 孔夫子要怎么种菜怎么种田 孔夫子就很生气 说这个读书人是不能去种菜种田 这是不务正业的 读书人最大的目的就是做官 为什么做官呢 实践你的政治理想 所以在整个弟子当中 只要有阴言 孔夫子很鼓励的弟子去做官 那子路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谱县县宅的阴言 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做 做一段时间以后呢 孔夫子刚好带子供路过谱县 他说咱们去看看子路做得怎么样 到了这个县的外围的环境 到了一个外在的乡村的道路的时候 孔夫子看这个道路 做得整整齐齐的 两边的排水沟也挖得非常的深 没有偷工减料 孔夫子点头说 尺度在这个地方的表现 千功有礼 然后又到了这个县城的城市的地方 孔夫子看到这个城市的房子 盖得非常的朴素 都没有很多很复杂奢华的雕刻 他说植物在这个地方做官 非常的节俭朴实 到了衙门的地方 看到那些做官的 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 都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一到人都很亲切的打招呼 孔夫子说 植物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勤正爱民 非常的用功 处理证物 而且对人民很亲切 那么这个时候子贡就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啊 你老人家来到这个地方 你连子路的面都没有见到 你就知道子路在这个地方 有三种功德 这怎么说呢 孔子说子贡啊 你啊你不知道 你不知也 他说你看 这个道路都那么整齐 两边的水沟挖得这么深 表示子路在这个地方啊 他对他的手下千功有礼 很得人心嘛 所以他做什么事很多人 不敢偷工减料嘛 到了城市的时候 每一个房子盖的都很整齐 而且很朴实 表示子路这个人 女生作则 非常的节俭朴实 所以民风才会这么朴实 介事闲礼嘛 第三个 到了整个办公室的衙门 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 表示子路这个人非常精进 很早就要到办公室 就是以身作则 勤政爱民 所以说呢 从这个地方呢 从他的一个事项 就知道三种道理 所以我们讲 看到你的坛场 真的明眼人啊 你到了你一个人 我们讲你周行的佛堂 一看我大概知道 你是修什么法门 我看看你的本尊 就知道你修什么法门 当然修净土一定要供养西方三圣 不过以前我的老师 信公长老 他也是专同净土 他一再强调一个观念 他说佛弟子 你一定要供养本事 很多人不供养本事 是叫摩尼佛 这是不对的 我们修净土中的本尊 当然是阿弥陀佛 但是你阿弥陀佛的法门是谁呢 是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不能忘本 我们可以本是释迦摩尼佛 稍微小尊一点 阿弥陀佛大尊一点 但是你修净土的人 完全不供养本事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都要看看你的坛场 知道你这个人 你心中的皈依竟很清楚 第二个你平常有没有在做功课 也可以看得出来 看看你坛场的摆设 你看有在做功课 那个大殿 你那个佛堂 那个磁场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从事项当中 很容易看到你内心的道理 就看到你的道 你心中的道 就像红胡子一样 他不用看指路 他只要看到他自己的国家 看过去 他就知道他是什么相貌 所以偶尼大师在这个地方 再上强调就是说 这个坛中的贡物 一一你都要会事入理 否则变成无意的苦恨 无意的苦恨 你就变成心外求法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在坛场当中的贡养的物品 乃至于我们二六十中 应该怎么去做供养 看第二段 坛外庄严 这个坛场 它这个八角坛 只是其中一个供养的一个坛场 它坛场的外面 它必须有一个佛堂 这个佛堂当中要摆设一些诸佛菩萨的庄严 这叫坛外庄严 我们看经文 令其室外遍嫌繁发 以坛丝总势必辐射十方诸来 集诸菩萨所有形象 这是总标了 那么前面是 举出供养的物品 那么供养谁呢 供养十方诸佛 所以他这个必须要有所摆设 就是你要使令在这个坛场的四边之外 普遍的牵挂这个帆跟花 帆是扁平的 我们床是立体的 还有这个花蔓 那在这个坛场的 这个佛堂的墙壁的四边呢 要安置十方诸来 还有诸大菩萨所有的形象 这个只是个总标 他后面会详细说明 看第二段 一里当阳张如舍那 释迦弥勒阿处弥陀诸大变化 观音形象 见金刚杖安齐左右 帝是泛黄 乌出色魔 必南帝家 诸君图利 以皮记指 四天王等 平罗叶家 张宁门侧左右安置 这个佛菩萨应该怎么摆设比较如法呢 以你当阳 当阳指的是中间 中间的地方 在佛堂当中 理论上菩萨没有资格做中间 一定是供养诸佛的 所以你要供养菩萨 你一定要供养两尊的 才对称 这个当阳指的是墙壁的中间 首先最中间的地方是供养 圆满报身 如舍那佛 就是我们在宋花网经 千花台上如舍那佛 他做的是千叶宝念 献出无量光明 无量向好的 然后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一定要供养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是我们的本师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指应身佛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的弥勒尊佛 阿处佛 那么阿处比佛指的是不动 表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身口也表示不靡不举不动 那么阿弥陀佛 当然是我们来生的归处 那么这个是 都是属于比较中间的佛陀 在旁边的菩萨 诸大变化观音形象 这个观音菩萨 为什么讲诸大变化呢 指的是牵手观音 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前面说过 他的手是一手三手乃至于八万世间 朔家罗手 他的手背内二臂四背 乃至八万世间摩多罗背 这准备是牵手牵眼 所以我们在 修学嫩言咒的人 你要持嫩言咒 你一定要供两千手观音 因为他是本尊 整个耳根言通 是以牵手 他献出是牵手观音 所以诸大变化观音形象 诸大变化简单的讲就是牵手观音 你不能供养那种滴水观音那种 或者送子观音 要供养那种牵手观音 还有金刚藏菩萨 那么安齐在佛陀的左右两边 一边是牵手观音 一边是金刚藏菩萨 因为在金刚藏菩萨后面会讲到在持嫩言咒的时候 或是专门护持嫩言神咒的 这个地方讲菩萨的安置 这里要讲护化 第四 这个是异界天的天王 大凡天 是三界之主 大凡天王 这两个 乌出色谋 这个前面说过的 就是火夺金刚 他是花焰护持修行者 并南帝家 南帝家就是那种脸色是青色的 青面的金刚神 这个都是互作的善神 诸金图利 及皮记之 金图利也是一种金刚神 皮记之也是一种护化神 这两种神都是属于前面金刚藏菩萨的建属 四天王 这大家知道 平挪 平挪是献出猪的形状 猪头使者 叶家是相彼使者 那么这个护化神 就是在佛堂的门侧 前面是在墙壁 我墙壁是供佛 两边是供养菩萨 那么护化是供养在这个 我们那个佛堂那个门 左右两侧的地方 供养护化 在这个进门的地方 又起八境 复弦西空 以坛场中 手腕之境 方面相对 使其形影 重重相色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又要做一件事情了 在起这个八面的严禁 弦复西空 以坛场中 手腕之境 方面相对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弹场 弹场之内 现在要讲到弹场之内了 前面是讲佛堂 这个地方讲弹场 要注意 弹场的中间是莲花 莲花在那边有严禁子 但是那个严禁子是 朝上的 它的镜面是朝天空的 那你现在呢 又拿八面镜子 那个镜面啊 是旋覆西空 它的镜面 是朝下的 镜面朝下 那么跟弹场 前面所安的八面镜子啊 是面面相对 上面镜子的面 跟下面镜子的面 两个是上下相对的 使令这个镜子之间呢 是行影互相的重叠 互相的摄入 要做这种事情 那么奥伊大师在这段当中呢 他特别的提出这个所谓的 行影重重相色这个观念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能够持咒啊 得到灭除罪障 的关键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几个字 行影重重相色 也就是说 这个镜子 上面的镜子 表示佛的心 下面的镜子 表示众生的心 那我们讲的是 面面相对 互还互色 表示呢 我们的心 进入到佛的心 佛的心 也进入到我们的心 就表示什么 表示感应道教的意思 能念所念性空极 感应道教难时 所以他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整个 嫩年咒的灭恶功能 是完全仰仗佛力 不到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注意 仰仗佛力是没有错 但是你一定是 我们看这个摆设 它是先有下面的镜子 然后才有 才摆设上面的镜子 也就是说呢 佛力这个咒语是不可思议 但是你一定用你 这一份虔诚的心意 去带动佛力 这个佛力才能够 产生加倍的效果 你看那个 英光大师在讲练佛人 他说练佛人啊 他说你不是练佛 练得多就往生 练佛人最重要是什么呢 你要产生决定的信念 你的心态是很重 决定的信念 你要透过你经典上的 听文思维 对娑婆世界的观察 对极乐世界的观察 然后一个娑婆世界 是苦空无常 极乐世界是常乐我尽 产生不断的对比 然后不断的去说服你自己 改变你的观念 从佛法的文师 去调整你过去那种 贪念娑婆的种子 所以你这个娑婆 你这个净土法 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自己沟通 用佛法的道理 跟你内心的 就是我们这样子讲 用你现在的我 跟过去的我沟通 因为我们不能否定过去 什么叫做现在 你就是有过去才有现在 你为什么你有今天 那你因为有昨天 昨天创造了今天 今天创造了明天 所以昨天的我 创造今天的我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过去的我 那过去的我是什么相貌 当然贪念娑婆 这个心态你不改变 你不能往生 很多人只是重视佛号的夺寡 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你真正能够感应道交 真正往生净土 是你要真正的产生决定的信念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持咒能够灭除罪障 也在于一种决定的信心 跟决定的菩提愿望 你要成佛的愿望 跟你真实的相信 这个咒语有不可思议的价值力 所以我一大师这段都可以看一看 他很强调这个 所谓的方面相对 行淫重重相色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整个 持咒灭罪的成败的关键 这是我们讲感应道交 当然感应道交主要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准备 你心态的准备是很重要 他说你心态没有准备好 你前面的供养 寻同西色 寻同西色 那至于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心态的准备 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的说明 这个地方得是把一些坛场 佛菩萨的供养 先把它摆设出来 好 我们这一堂课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附再来日 回向